在印尼首都雅加達 轎車平臺公司前 街頭擠滿摩托計程車司機 抗議轎車平臺 謀取暴力 由於雅加達在全球交通 最混亂都市名列前茅 因此摩托計程車 是當地最常見的交通工具 而這次讓司機們 走上街頭的主因 就是因為平臺分成不合理 更有計程車司機表示 工作10小時薪水 卻不到310新台幣 換算成月薪 也低於雅加達最低薪資 500萬印尼頓 約合1萬新台幣 駕托計程車司機 去減少80%的交通工具 而且政府 司機在街頭辛苦奔波 各種規費與抽成科扣 而轎車平臺卻賺得盆滿 波滿 卻沒有專職主管機關監管 擔心罷工行動越演越烈 政府也立刻出面緩夾 印尼交通部呼籲平臺 聽取司機意見 並將收取規費喊咖 但勞資雙方人欠缺共識 恐怕還有得吵 三立新聞 參謀情報道